所以我有在做挖矿这件事情 当这个东西有赚钱的时候 大家就会一窝蜂的冲进去 然后他们就没赚钱 再加上什么币价下跌 就是这个商品下跌 如果没有获利的时候 大家又往另外一个有赚钱的地方冲过去 其实你要这个布局怎么布呢 就是有赚钱的 赶快冲过去 然后把它转换成USD 去布局其他的 听得懂吗 听不懂就算了 反正这个是挖小币的投资方式 就是说这个算力冲进去的时候 你要不要跟着冲进去 要为什么 因为可以转换成稳定币 去囤其他的小币 你不要直接去挖小的 或者是你要做逆向投资 也可以别人冲过去的时候 你把你的这个算力去做别的事情 去挖其他的币也可以 问题是这个就可以转换成换更多的这个小币 你为什么还要去挖那个 把算力移过去的 是不是跟着大家一起冲 冲完之后转成USDT稳定币 再去买小币 囤起来数量会更多 答案是 但是这要做这个操作呢 也没有多困难啊 也没有多困难 只是按卖出再买进 买进别的币种 这个就就有点像炒股票啊 就是大家去买这个冲高之后 冲高之后赚了钱 我就把这个股票卖掉去买其他其他同类型的股票 还没长的等他长起来有没有可能长起来的有可能 但是也不一定不一定会长啊 但是就是有可能啊就这么简单啊啊 那投资就是这样子投 那今天的主题就是老公和老婆 我尽量不要问 哈哈哈